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读高斯贝电视,我是星豪 上周,美国二季度GDP环比季度增长4.1%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第三高季度增长 提振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即将走出长达10年的低迷状态的信心 此次数据之所以非常亮眼 主要原因是受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激增的提振 出口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农民赶在预期的报复性关税生效之前向中国出口大量大豆所致 而出口和政府支出也对二季度GDP有所贡献 但是市场表现平淡 主要原因是市场普遍对美国GDP增长的可持续性时悲观态度 美联储官员预计 2018年美国全年GDP同比增长将达到2.8% 2019年将回落至2.4% 2020年继续降至2% 上周四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维持三大利率不变 并且确认QE将在12月底结束 目前该央行主要载融资利率依然维持在0% 而这一利率水平将会至少维持到2019年夏天 而欧洲央行每月300亿欧元的购债规模将会持续至今年三季度 第四季度的月度购债规模将缩减为150亿欧元 并且在12月底结束购债 不过该央行表示 只要有必要就将对现期债券进行再投资 而再投资将会一直持续到QE退出后很长一段时间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德拉基表示 欧洲央行刺激措施强力支持了借贷条件 欧洲央行政策将继续支撑国内需求 在购债结束后 通胀调整将会继续 6月 欧元区未计条CPI年率已经上升至2% 为2017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 根据欧洲央行最新的调查结果 预计2018年至2019年 欧元区通胀率为1.7% 德拉基认为 目前围绕通胀的不确定性正在消退 即使净资产购买减少 预计今年余下的时间 通胀将维持在目前水平 潜在通胀将在年底前上升 中期来看 潜在通胀率将缓慢上升 长期通胀预期维持在1.9%的水平 德拉基认为欧元区经济增长表现强劲 由于全球需求增长将提振欧元区出口 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仍大致平衡 预计下半年经济强劲增长 2017年底欧元区GDP增速曾经一度高达2.8% 今年上半年增速出现了小幅回落 二季度GDP增速略微下滑至2.5% 欧洲央行调查显示 预计2018年欧元区GDP同比增长2.2% 2019年这一数字将会是1.9% 与此前预期的2.4%与2%的数据相比略有下调 但是德拉基对欧元区的经济状况仍然表示满意 此外与贸易相关的不确定性依然显著 仍需要大量货币政策刺激措施 如有必要 欧洲央行准备好调整所有政策工具 不过欧洲近日分别与日本以及美国签署了 零关税、零贸易壁垒、零政府补贴的自由贸易协定 并且各方签署了正式的协议予以确认 欧盟官网很快公布了双方签署的协议文本 由于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GDP占据全球半数以上 因而此举被解读为西方各大国决定 抛弃WTO使之成为一张废纸的关键一步 协议指出美欧同意将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 同意加强能源战略性合作 同意围绕贸易规则展开紧密对话 同意共同致力于保护美欧企业 以更好地避免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全球贸易行为的侵害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公布之后 欧元对美元汇价表现平平 从技术面分析在四小时图上依然维持收敛三角形整理形态 等待方向选择 近期需要重点留意汇价突破方向 如果向上突破 那么汇价有望挑战1.20整数关口 但是如果选择向下突破 那么下方一点义无附近的前期低点不排除失守的可能性 目前由于中线趋势偏空 因此汇价选择向下突破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而在商品方面 布伦特原油上周小幅反弹 但是反弹的动能偏弱 目前油价正在测试20日均线 若不能有效突破74.60美元 那么原油价格有可能会出现拐头向下 并且考验70美元关口的可能 黄金在探明1235阻力位之后 二次探底 本周有望测试1210美元每盎司前期低点附近 但是考虑到下方技术指标底背离 黄金在跌破前期低点之后 有望短线出现超跌反弹 感谢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星豪 我们下期再会